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桑报频道 今天是10月23日凌晨 遲一点都和大家一起放片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们继续讲美国大选的问题 希望大家支持桑报频道 common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小点广告 看小段片 还有你用superthanks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关于美国大选各方面的数据和形势 似乎是几一面倒是对Trump有利的 我昨天已经讲过 这个是real clear politics 也讲过这个关于270 to win 综合各个左右派不同民意调查公司做到的结果 发现到那个平均值 Trump是占优的 我甚至读了一些数据给大家听 这个数据情况 就持续扩大 而且有更多的一些民意调查的公司 显示到Trump是占优的 英国的经济行人 也有最新economist 最新的预测 这些摆明是传统左派的一些调查公司 就是说Trump已经开始逆转 暂时胜出 预估 川普的胜选率是54% 如果你看一些博彩公司 Polymarket 我一直讲过 是超过60%的胜选基率 是Trump的 今天甚至买Economist 逐个调查的model 做一个平均分析比较 认为Trump是将会以276张的选举人票 《险胜卡玛拉》的262张的 重新回到白宫 这是经济学人 自从今年8月以来 第一次预测 Trump会当选 他这些model 我都常说 极度多的对于民主党 南州甚至是左派 偏袒的一种情况 偏袒之下 都依然出现了Trump 赢14张的选举人票 可见Trump的胜选基率是佔优的 我甚至可以大胆地预测 根据基本上2016、2020年 这些民意调查公司如何偏袒左派 如果这个情况稍为减弱一些 假设他没有那么多偏袒 但依然Trump会占优 换言之 我会认为Trump 赢到超过276张 选举人票的机会极高 当然你270人就赢 280人就赢 但我希望大家赢多些 too big to rig 如果有一个州 发生一个延后开票 甚至有官司 那帮民主党的支持者 就在打官司 那又打下去的话 1月20日要就任了 这个分暖的情况 会给很多独裁专政国家 上下其首干预 美国内政的空间 希望一个团结的美国 在尊重 这个选举结果 也即少数服从 多数的情况之下做到 希望Trump不单止 会赢到选举团人票 也正如现在很多民意调查显示 连普选票 public vote 一人一票 都赢 当然赢了普选票 对结果没有任何意义可言 但这件事起码避免争议 是有关系的 经济学人 刚刚伸出了这个结果 是利用预测模型参考 近来的民意调查结果 以及美国每个州的经济状况 人口特征过去选举结果来模仪 做很多加权分析 模仪计算出 Trump的胜算机率 机率大概54% 即基本上 原先 基本上对Trump的胜算机率 预计比较低一些 现在突然之间标升 是非常难得 而且过去一个礼拜 标升6个百分点 反超前 Harris Harris现在是45 即原先 双方的差距 即是3 Trump赢3 现在 Trump赢9 即3加6 现在Trump是54 Harris 45 彼此之间的Delta 差距是9 如果这么说 已经完全超出了 不差范围 这一点 经济学人也预测 Trump会赢 你看看各路的民意调查 我都讲多一个 The Hill 这个 过去山装部 Decision Desk 这个我们昨天说过 Trump是52 对Harris48 再分析9月中 刚刚一个月之前 当时同样的 The Hill Decision Desk 是说Harris55 Trump45 Harris当时赢Trump 10个百分点 现在 Trump到赢Harris 4个百分点 前后Delta 差距14% 换言之你无论哪一个 主流的民意调查的显示 或者经济学人的预估模式 都是 认为Trump是会赢的 根据经济学人这个比较复杂的预测模式 七个摇摆州 Trump就会夺得 Arizona Georgia 北卡 宾夕凡尼亚州 以及Wisconsin 这五个州 OK 而Harris只是在 Michigan 和Nevada 两个摇摆州 分别以 薇约的 51 和52 领先 但Michigan 我记得有 15张选举人票 Nevada 有6张 加上21张 你只是说 Georgia 16张 Pansylvania 19张 这是Trump赢的地方 再加上北卡 再加上Arizona 我想基本上 特朗普赢的机会比较大 但是预测没用的 鼓励人出去投票 OK 这个是重要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 有选举权 没有选举权 千万不要投票 有选举权的 希望你们 善进自己的责任 自己好去投 我都鼓励大家提前投票 OK 你问我 即是美国人 会怎样 这个问题 没意思 因为我不是美国人 OK 大家是美国人 大家可以善进自己的责任 避免 last minute 的时候 算他当日有什么意外 人家按住你 不让你投票 出现很多选举的 例如说 大风灾 是不是 大地震 条路又断了 哪里又火灶 自己又不舒服 接着那个地方 发现很多的 凹凹凹凹的问题 很多x factors 我会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怕这件事 提前投票 亲身投票 或者是最好的选择 OK 这个希望大家都 有这样的志气 全美国538张 选举人票当中 其实只要拿到270张 就刚刚过本数 刚刚说过 经济学人预测 Trump 276张 Karis喀马拉 只是262张 扬摆州 这个宾直凡尼阿州 就是关键 经济学人认为 如果喀马拉 在宾直凡尼阿州 输了给Trump 她赢得 总统大选的机会 只有13% 而Trump 如果大意失奔州 勝选纪律 只剩下10%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报告数给大家听 重点就是说要有人投票才能成全这些统计 所以这些东西大家要明白 起码这些要明白 所以我都说过The Hill,Washington Post各方面的问题 Five 38整合很多的调查研究 大家可以看回各路的网站反映类似的结果 这种情况似乎近几天有扩大的趋势 我想这一点是重要的 而且再看回到最后倒数阶段 提前投票的数据显示 共和党选民正是积极参与提前投票 缩少了民主党这方面的领先优势 尽管前总统Donald Trump曾经对提前投票的有效性表示质疑 共和党选民的提前投票比率也较以往上升 而Donald Trump也在这次的选举里鼓励大家提前投票 他的原因正如刚刚说 I need you to vote and I need you to go to the ballast before election day because they will try on election day to keep you home 使得你出不到家 所以这个尤其美团社记者说是阴谋论的说法 当然这是避免 这个什么叫阴谋论 就是说避免入不测风 刚刚跟你说了一大堆风险的因素 大家要明白 如果能够投 为什么不早点投呢 不需要排长龙 到时下暴雨 到时龙卷风 到时台风 到时什么下雪 我不知道 现在美国的情况如何 现在开始慢慢变动 未那么快 就是北海道 或者有些地方开始下雨 如果这样的话 希望大家趁天气还好 为什么不早点去做这个投票呢 那做这些投票 会不会被人做票 会不会被人偷了投票箱 说真的 要到十一月五日 要搞的都会搞到你 所以我就说 不可以这样去count这些东西 尽力快点去投 我想这是一个方式 我自己认为 我始终是很传统的 亲身投票 远远比这个邮寄投票好的 但当然我都知道 有些看这个节目的观众 就在美国里 他都说我邮寄投票是最好的 因为我没有时间 也都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这件事 不如邮寄投票算了 明白 就是我不会觉得这件事是错的 但我会觉得亲身投票的话 你能够看到的东西 感受到的东西 的确定性会感觉高 希望大家都明白 在这个过程中 特朗普已经鼓励大家 去做提前投票 这种情况 有很多不可测的情况 会出现 全美国有很多地方 已经纷纷开始提前投票 甚至连带一些飞摇摆州 例如南卡州 南卡罗来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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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特朗普已经赢了 但基本上提前的 亦上升 这一点是重要的 在特朗普之前的共和党 其实很长时间都支持 也鼓励大家提前投票 特朗普当年因为疫情 所以他认为 怕各个地方有做票嫌疑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提前投票 要选举当日才投票 结果民主党用这个方式 分分钟做很多不为人知的事 这件事发生之后 痛定思痛 特朗普就改变初冲 希望大家提前去做投票 这个就是对大家的小小的呼吁 我没有办法投票 我只是隔海隔阳 去观大家的选战 希望大家选出一个 令大家满意的结果 根据佛罗里达大学 选举实验室的统计 到现在已经有超过 1500万名美国选民提前投票 或者是邮记选票 这个截至22号为止 其中包括7个摇摆州的530万选民 已经做出了提前投票 或者邮记的投票 那这些需要选民登记党籍的州 民主党选民的提前投票比例 大概是47% 共和党是33% 但是呢 关键摇摆州 例如 Michigan 和Georgia的投票数据 并未按照党籍做区分的 OK 所以这个就没有这样的区分的情况 所以到今时今日呢 究竟的票 究竟怎么投呢 很不确定 比如有机投票 没有留在exit poll 做不到的嘛 那么很多的分析说 在民主党可能是暂时赢 但是赢紧的比例 赢紧的比例 在提前投票 比较多是左派民众 提前投票的现象之下 你当然赢紧了 但是你要整个去看的话呢 就回复回一个整体的 基本盘的问题 那么你想想在 11月5日 遇无意外呢 我希望到时候 不会什么龙卷风 很多样东西 那么基本上 这个选程都稳定地进行 是一个和平有秩序的选举的话呢 在公正的选举之下呢 我想特朗普的赢紧的机会 是一万八九成了 那么 那么 和2020年的疫情相比 民主党选民 反环的邮寄选票的比例下降了 而共和党人的比例明显上升 当年呢 民主党的提前投票比例 曾经接近52%的 共和党只是24% 这次就哼哼不一样了 专家认为这次共和党宣民的增幅 主要是来自已决定支持特朗普的高议院选民 他们提早投票 而不是等待到Election Day 不等到11月5日的选举日 特朗普对这个团队对这个数据感到不满意 说共和党在2020年提前投票数据上的劣势已显著缩小 归功于它积极的宣传策略 包括面对面的造势活动 数据计划 即是一些Digital Advertisement 以及电话联系等等 而特朗普也近日透过手机简讯 敦促他的支持者提前投票 希望可以争取更多 即是在最后阶段 去专门去target一些 上未投票的选民 即是那些undecided voters 这个就是基本上的原则 而这个卡玛拉也都是强调了 在Georgia和北卡州的提前投票的增长 并呼吁更多支持者加入了提前投票的行列 所以好像有一个bipartisan的一个call 即是这个是跨党派的共识一样 希望大家提前投票 儘管共和党在提前投票上有所进展 摇摆州的竞争依然激烈 特别在Michigan和Wisconsin 民主党在某些地方有优势 所以大家都要很着重在摇摆州的结果 大家知道提前投票的选民 大多数是65岁以上的年长选民 至于18至25岁的年轻选民 参与到只有5% 这点是比较特别的 你知道65岁以上的选民 其实很多支持共和党 18至25岁的年轻选民 很多都支持民主党 如果他们参与度低 会否延续到选举日都会这样呢 不得而知 我这里都呼吁 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都会去投票 这是每个人善进自己的责任 我都起码体会到 美国的民主精神 令很多人很敬佩 即使你投一些我不支持的人 这也是民主选举的一种情况 香港没有这种东西 台湾有 美国有 所以我们选择我们喜欢的国家 各自选择自己喜欢的国家居住 南卡罗里纳州的选情显示 两党选民提前投票的比例接近均等 这个使得这州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激烈竞争的焦点 这个不是南卡罗里纳州 北卡罗里纳州 我想这个新闻报导写了 北卡州的情况是会有多激烈的 当然经过这几轮的操作 我都说过特朗普 麦当劳炸薯条 不薯条 这个就是美式足球场的一轮表演 和一系列的造势大会 他那种亲民的阅民同乐的印象 被人非常冲击 非常正面 他在Visterville Travels 麦当劳惊喜现身炸薯条 的确成为讨论焦点 在过去的48个小时里洗版 这个举动使得卡马拉 过去自称曾经在麦当劳打工的言论被反击 特朗普不断攻击他和基层民众脱截 这一点已经成为卡马拉纪的非常大的一个短缺 Fox News的报道 賓夕凡尼亚洲第14选区的联邦众议员 Guy Reginald 随同特朗普一起做竞选活动 这位Guy就认为 卡马拉在賓夕凡尼亚洲已经成为了负面的形象 希望通过这些说法帮助特朗普去助选 他批评卡马拉曾经在麦当劳打工经历 是为了塑造形状偏造的 指出特朗普更加真实地和基层民众接触 了解他们生活困难 他强调 对宾夕凡尼亚洲选民关心的议题是经济就业 通货膨胀、能源政策 但认为特朗普在少数逐月的增长 身资增长上更加优异 更加比卡马拉好的 特朗普这次行动不单是凸显 他和基层选民的关系 也使选民对卡马拉的背景真实性产生疑问 民主党籍宾夕凡尼亚洲联邦参议员Bob Casey的竞选广告 也都避免提到卡马拉 也都不和卡马拉一起去造势 可以看到即使联邦参议员民主党籍的 宾夕凡尼亚洲候选人Bob Casey 都开始出现这样的做法 显然大家保住自己的位 不是帮你卡马拉去竞选 卡马拉当然反击 就说特朗普这场活动只是精心策划的摄影show 批评特朗普无法理解基层民众的生活 他说他自己过去曾多次为劳工权益发声 打击那些剝削工人的不良行为等等等等 我会觉得这些东西说下去就很奇怪 因为最近卡马拉做了什么动作呢 就去德州去做这个竞选活动 那德萨斯州大家知道是共和党的大本营 你要在那个地方赢呢 不是说不行的 但是说基本上很难 等于特朗普要去Virginia 或者去纽约 他要赢 Oregon 这些 Leaning Democrats 的州去赢 很难 这个Leaning Republican 的州 叫做德州去打呢 更难 但是他想呢 就会在周五 出自一个Houston 的一个活动 就会和一堆的女性 一起去讨论这个 这个德州过度限制堕胎的法律 因为2022年 联邦最高法院 推翻了Rovive 罗伊素韦德案 罗伊素韦德案 不知道中文如何翻译 Rovive 这个所谓的联邦全国性的 墮胎权的判决被推翻 给各州去决定究竟有什么立法 当然很多个州 包括Georgia 包括Texas 都立得比较限制性的 墮胎法律 他专门这个州 去攻击那个州 Restrictive Abortion Laws 喂 你在选着Governor of Texas 就是你在选着德州的州长 或者你在选着总统呢 你攻击那个州的Abortion Laws 你不是要问Trump 或者问你 未来做一种总统 或者你可能没必要做总统的 做总统候选人 希望想做总统 就讲这些问题 这个州议会 州长 去讨论的议题 是州的选民 对于每个州 就是对于每个state 其实我喜欢说 就是邦 一个国 他们要讨论的问题 这个不是联邦要讨论的问题 可以 所以是不是选错举 排错队呢 我经常说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你说 你讲到最后 就希望立一个联邦的堕胎权法律 希望这个Rovey Wade 通过立法的形式翻山 从而推翻了2022年联邦最高法院 推翻Rovey Wade的判决 那个判决 那么这种做法 又是否痛呢 那就要视乎 你就算选到总统 参众两院都要民主党把持的 你才有机会 其中总统 众议院 参议院 其中一个脱了 你也是脱的 那这种东西呢 他是不是做得到呢 我非常怀疑 OK 那么 这一点他自己这样搞 也都非常奇怪 这个Trump 由始至终 不是想立一个全国性 禁止堕胎的法律 他是说全国性不立法 交给各州决定 支持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那么Harris 你选举来做什么呢 你是不是在各州游说 各州的议会 哎呀我们要有堕胎权啊 第一 你说堕胎 你是不是能够说服到很多女性 署民投你票呢 喂 堕胎呢 是很大程度上天人交战的 不是说我有权与没有权的问题 而是说 我要牺牲这个拖儿 其实很多东西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你觉得 嘿 落下去吧 落仔好 不是你说一句话 人家就会投票给你的 即使很多女性落仔 其实他心里很难受 你支持他的落仔 其实心里面 他只是嬉皮笑脸跟你笑一声 但是他心里面觉得 What the sev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是不是 你怎会鼓励大家落仔 对不对 不会这样 你说女性有权利去选择些什么 不用说 都有这样的权利 但是 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 你那个胎儿 究竟你成为胚胎 多少个星期 每个州基本上有一定的决定 就是说 要精卵结合 很少州会是精卵结合开始的 那就是一条线 第二样东西就是 特朗普说过三个例外 很多保守派团体都不收货 大概这三个例外 说到做到 而今时今日 卡玛拉哈里斯 攻击的东西 完全特朗普支持的 尤其是你讲很多个例子 那些妇女快要死亡的风险了 难道医生都不可以帮她 下了个儿子去 下了她 可以救她一命 或者有救她一命的机会 这个情况是第一个例外 母亲的生命受到大的威胁 你就有机会可以下了她 如何定义可以再讨论 第二样东西 就是你被人强奸 有了一个业重的所谓 你可以拿她 第三个情况 就是这个 乱伦 这个情况 就是incest 你可以拿她 那我们这三种例外的地方 特朗普提出来 其实已经放到中间位了 他用一个非常简单 大家听得明白的方式 就是三个例外 其他的呢 各州 就是这三个例外 都不是联邦决定 这三个他的建议 是被各州自己决定 各州如果觉得 特朗普这件事 太过不够保守 要更保守 也都可以 所以更加liberal的 也都可以 但是这个不是联邦 要立一个法 去做所谓 堕胎的三个例外的分析 no 他只是他的提议 也都不是他的权能 当卡玛拉哈里斯一直在说 我一定要立一个 联邦堕胎法的时候 这个就是特朗普不支持 联邦最高法院也不支持 而且你如果要赢的话 要众议院参与通过是很难的 炒作这些议题 是欺负别人不懂的 以及你去各州 巡回演讲 今时今日你就去 先去Georgia 然后星期五到Houston 即Texas 去讲这些演讲 你算州长 你算总统 总统要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我就说 这些问题 永远用一些性别 斗争 撕裂一个社会的议题 要很小心地 handle 是 是有很重大的ethical 的一个content 在里面 倫理道德的争议 在里面 而这些问题 这些这么大的争议 如果摆上美国联邦 面对全世界 这么重要的地方 来做个撕裂美国的讨论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OK 那Harris继续去blame 譴责特朗普 你就任命了三个保守派的法官 在联邦最高法院 先推翻了罗伊素韦德案 Rovey Wade 于是他会提出 这个Rovey Wade 当时的一些 墮胎权的法案 全面重新去提案 刚刚讲这件事 喂 特朗普是总统 当时 刚刚三个法官 钉盖 总统 立刻任命 新的法官 过到参议院 完全跟Due Process的 你可以怪谁 喂 这个就是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的了 你不喜欢的 你不是其他的 保守派的法官 慢慢挂脑 你又做到总统 你就任命你喜欢的人 是吧 你怎样可能要求一个 即保守派的总统 又不是一个自由派 如果这些法官做联邦最高法院 不会的 这个也是 美国国府设计好的 一套制度出来的 OK 那么 当然 他们去各地 是不断是说回 哎呀 那些女人临盘的时候 哎呀 就是她 如果真的要生的话 如果不让她墮胎的话 那母婴都保不了 于是乎 就觉得要墮胎 喂 刚刚是特朗普要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 母亲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墮胎 我不知道你是打哪个杜草人 我就听不明白你 究竟打什么的选战 所以我觉得打到现在 我想是有些迷行 即打墮胎议题 卡玛拉哈里斯 已经打到有些 都不知道她在打哪个 还是自己在说一些 人家扔给她的稿 这件事呢 牵涉到很多的问题 那么 这些问题呢 就是 逐一呢 未来呢 就会慢慢浮现出来 那么 麦当劳 就是 那件事件呢 那么很多专家 就会觉得 很多对于这个麦当劳的品牌 是不是受益 专家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那么 这家门市的经理者 就是Derek Giocomantonio 那他得知道特朗普 有意来到特朗普 在这个Pansylvania 这家麦当劳体验之后呢 向众公司联系 取得同意 当日店面 其实那几个小时 没有对外开放 是做封闭式的拍摄的 那么这个当然 特勤队也都希望这样 难道 哇 不懂得冲进来 拿把手枪就不得了 那么麦当劳透露呢 加盟店同时邀请了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卡玛拉·Harris 和副手处前来的 找了他们两个来一起玩的 但是卡玛拉·Harris的团队 就没有回应 没有回应 他了解呢 特朗普之所以 去麦当劳一天打工 是因为呢 这个 这个卡玛拉 说自己读大学的时候 在麦当劳做过事情 而特朗普认为他说谎 那么 麦当劳呢 并没有说明 卡玛拉 是不是真的有来打工 只是强调公司 对于卡玛拉 曾经在麦当劳工作 留下美好回忆 一件事感到自豪的 你说你有来做过事嘛 如果你认为我贴金的 我都觉得开心的 不就是这么说 麦当劳就表示 一份经常被引用的资料 显示有百分之一的美国人 曾经麦当劳上班的 打过工的 当然啦 也都很受欢迎啦 那么特朗普去麦当劳炸薯条 这件事 在社群平台引起极大关注 Google网络有关抵制麦当劳的搜寻量 短暂飙升 X平台上也有很多用户 会直指他们 不会再去麦当劳的啦 那你说得出做得到才好 那些中国那些网民 经常说 不去日本的了 一世都不去的了 哇 蜂拥而至 你看这些左派的虚偽 偽善 白痴 愚蠢的嘴念 就看到这些人都很清楚 那如果你真的抵制 你真的抵制才行 不要说 你口轻轻说抵制 不是真的抵制 那就 就得淡笑 是吧 那你们个个人 是不是真的不说麦当劳 那 有一个行销学marketing的教授 Chris Highcock 他在杜兰大学的 Friedman的商学院教书 他说麦当劳同意Trump 前往去做事是冒险的行为 因为当品牌和有争议的候适人 有关联的时候 不喜欢这个候适人的客户前往 会反应更大 他说小品牌仍然可以借由这种策略受益 因为他们 这个令他们得到声量和关注 但对麦当劳的巨头来说 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这家公司 因此Trump 炸薯条 无法吸引更多顾客消费 就激怒了不少人 我觉得这个marketing的大学教授 really stupid ok 这件事呢 其实去到最后 很容易被淡忘了 因为呢 这个不是重点 麦当劳 我这家公司开店 我喜欢给哪个人来就来 不喜欢给哪个人来就不来的了 不过打开门做生意 一般的自由貿易 就是打开门 什么人来都可以 那你说 我们要包个墙 就是记得香港很小的时候 很多人包麦当劳的墙 做生日会的嘛 那今天你等于 这个麦当劳 就给这个Donald Donald Trump 去到这个地方 包墙 包几个钟 或者包咒 专门做这件事的 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那你说 那你帮他做政治操作 同样的 麦当劳 是有邀请卡玛拉哈里斯的 你不回答而已 所以这帮美国议和团 在那抵制麦当劳 说一世都不会再是麦当劳的人 就是整班中国红卫兵 战狼一样 金岸跨的 麦当劳坐在哪里呢 我想问一下 如果他说只是给一个不给一个 那你来 那我欢迎 那我都邀请另一个 人家不回答我嘛 有什么办法 经营公关公司的 Rosen Group的Laurie Rosen 就说麦当劳应该 不会受到太多的打击 毕竟Trump来打工的报道和宣传 显然已经超过了 社群媒体的负面言论 我觉得这个Laurie Rosen 反而有道理一点 所以我一直对于那些学者和 那些人呢 不要跟我说 哪家学校 哪个学院 什么教授 什么marketing 什么泰斗 我完全不理 听你说一些东西 对于Michael Hiduk 不够 Naurie Rosen 就是在这个地方 Chicago 帝博大学的 德里豪斯 这个商学院 商业 커플 与行销学教授 说 那个title那么长 Bruce Newman 这个title很长 吓鬼的嘛 Bruce Newman 就说 认同了Laurie Rosen的看法 透露Trump可能试图直此 指现突出和过往不同 更加随兴的一种样态 事实上他挺成功 另外就看回 究竟是不是有压力的问题 而且牵扯到更重要的 就是Karmada Harris 刚刚说的 你入麦当劳又不去 又去什么Houston From Detroit down to Houston 就去Houston 就做这个所谓的 反对这个州的严厉的 这个反墮胎立法 这些东西觉得很无谓 而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的竞选团队里面 陷入分裂 有不同的想法 为什么我这么说 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 就是这个奥巴马竞选经理的 Jim Messina 这个Jim Messina 当然奥巴马也是极度支持 卡玛拉去取代拜登 将他昔日这个兄弟 整手 专门将卡玛拉 拿出来 但是他 前竞选经理 Jim Messina 都是20号接受 这个 MSNBC专方时表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卡玛拉 Harris 的竞选团队 在选举度数阶段面临压力 山大班的压力 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 他就说 在政治竞选中 三件事很重要 时间 金钱 义工 三件事都是缺一不可 时间是无法压外取得 因此是更加重要 而卡玛拉的团队 目前在Delaware 的Wilmington 的总统选举 正努力做出艰难的决定 譬如如何分配候选人的时间 和幕僚的时间 这些决定 难道Trump没有 每个人都是这样 每一次 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 个个都是这样的艰难决定 It's all fair 政治竞选之后 三件事 时间 金钱 和义工 三件事之中 时间是最难扩充的资源 因此 Wilmington 这个Delaware的 民主党竞选总部 卡玛拉的团队 正在为如何 分配他的时间 和幕僚的时间 做出非常艰难的决定 他说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 这个竞选人员 在电视上看来 这么累 因为每个人 都是告诉他 他们就是一帮蠢材 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而他们必须 做出非常困难的决定 喂 那你生出来 很多人都会被人骂的啦 不招人到市用材 你今天 你做这个竞选决定 当然 你讲A 也会有人讲B的 那难道 Trump的团队没有这个问题吗 但Trump的团队多聪明 是不是 发言人 Steven Zhang 哇 这个非常好 张成张的一位 就是 美国人 他就讲得很清楚了 喂 特朗普 这次看到这些 麦当劳事件 美式足球 又有很多场 这个营卓的素材 有多么成功 而Trump自己很争气 依然这么健康活潑 跳跳战 去到每个场合 都是非常有精力 讲足过几钟头的东西 中气十足 声如红钟 就在比手势 YMCA跳舞 然后看看这些情况 卡马拉·Harris除了傻笑之外 还怎样 这个才是问题 参加各方面的这些 所谓的 各方面的一些 活动的次数 你自己算一算 8月初开始 竞选以来 OK Trump和JD Vance 接受了至少88次 已经讲 而这个卡马拉·Harris 加上Team Walls 两个加起来 少过50次 就是大概是Trump的一半 那你想想 for what 你说你自己60岁 当时59岁 现在60岁 那么Trump就是78岁 你经常说 别人体力不知 别人88次 你就50次 That's it 对不对 你说太多都无谓 还有看台上的声音 表现架势 就是别人强 就是Trump是强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问题了 Massina 就是Jim Massina 解释说 在总统竞选之中 很多团队都在争取 候选人的关注 那个团队的需求 彼此冲突 譬如卡曼·哈里斯的媒体 Media的团队 就希望他接受更多电视采访 那么筹款团队呢 希望他出席更多大型的筹款活动 各个摇摆州 每个摇摆州都家家有求 希望他到访更多次 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喂 这些情况 你觉得Trump的团队 没有这些困扰 怎么人家做得这么成功 你卡曼·哈里斯的 做得这么差 你自己去健康一下吧 我想现在今天 关门了 这个Hillary Clinton 奥巴马 是不是 Nancy Pelosi 他们心里面都觉得 喂 我是不是做 行错步棋呀 捉错棋 搞到这样一样 没有的 你们各个人 是以权谋 这些权谋術 做第一的优先 你们不是以理念 你们不是以这个常识 来做事 周拜登 如何都好 经过Dual Process 1400万的民主党支持者 投了他初选一票 你可以说不要就不要 零票 被DNC推举的 卡曼·拉 等额 选举 成为唯一的 候选人 和成为唯一的 民主党的代表人 他自己过去 他的履历 说真的 民主党的人 我先不要 我不喜欢民主党 但民主党 很多人的履历 credentials 给他好的 大有人在 都没有找他份 反而他 找了他 他又找了一个 最不争气的 Tim Walz 出来这个做副总统 你怪得了谁 现在你今天 这么多的人 所谓都支持民主党 在惯性投票 和一些Trump haters never Trumpers 就是他永远是 对Trump很反对的人 去投他一票 我先问 哪个独裁者 会祝福他的反对者 生日快乐的 要送花给他的 送薯条给他的 谁会这么说 你说给我 一天到刻 说Trump是一个独裁者 他说跟普京 习近平 金正恩 good friends 所以你是独裁者 我想你脑筋是不是有问题的呢 你是不是有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和对于人性的了解的东西 你不要这么 wishful thinking Trump 他真的是独裁者来的 他怎么独裁呢 阴谋论 阴谋论什么呢 说很多东西 图他 要人家提前投票 是因为觉得 投票当天 就 那些政府 各个的 深层政府 要叫人家不投票的了 喂 Trump没有说过 那些深层政府 叫你们不投票 是说 你有很多东西 keep you home keep you home 可能是外力原因 可能有人的原因 他希望大家早点去投票 他希望吹更多人出来投票 同样的 卡玛拉都类似说回同样的说话 你于是乎就是说 我口齿薄鼻 那些fact checking的机构 会是针对Trump的 对抗Trump的 永远不会说卡玛拉任何东西 你那些conspiracy theory 就容许左派来做conspiracy theory 做这个阴谋论 但是第二个回合完全不给的 这个就是我提出 这么多年来 美国社会的堕落 政治的堕落就在显现出来 Trump之所以会得到这样的待遇 是因为得罪了深层政府 得罪了华尔街集团 得罪了既得利益的财团 然后你说 你桑普说这些是垃圾来的 怎么会呢 他肯定1月6号 他国会新装的 完全违反法治 你看不到吗 他怎么违反法治 peacefully and patriotically 要求Nancy Pelosi 排行国民警卫军 他不排 你就怪Trump 喂 这些东西放在面前很清楚 法院这么多官司 打下去 今时今日 有没有半个官司 告得赢Trump 没有 Nothing 是不是 接着继续说 Trump违反Rule of Law 如果Rule of Law违反的话 他做已经insurrection 他在2021年1月20号 不交出权力 他没有 他只要和平 转移权力给拜登 但基本上对这个选举结果 有极度的怀疑 认为有人 read the election 就算你问J.D.Vance 都是这样看 Trump没有输到 不是说你 一定要 譬如说 日本大选 石破某赢了 我不喜欢他 但基本上 我不会说他 选举舞弊 很清晰的 美国大选 当时是拜登曲线 我不希望今年继续来 这个是美国大选的制度 因为联邦部中央选举委员会 各州自己自行其事 每个州的选举制度千叉万别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制度 但是我们要尊重 但是尊重不代表我同意 这套制度是十足公正 这个就是我们看回美国的大的问题 而这个是中国 俄罗斯的很多国家 做很多工作的地方 今时今日 去到今天了 剩下多少月 去到多少日去到大选呢 其实时间不多了 现在是美东的时间 22号 你扣扣日子 就只要剩下14日时间 是倒数计时 两个礼拜时间 就是Election Day 就是最多人投票的那一天 希望大家都要关注这件事 OK 也都看回各方面的预测 都看到 无论是三份的新民意调查 包括华盛顿邮报 乔治梅森大学的沙尔政治 政策学院合作民调 金融事报民意调查 和经济学人的民意调查 刚刚都说过 Trump都是气势如虹 更重要关键摇摆周 民调上扬 都是比卡马拉利团队极大的压力 刚刚说媒体要他采访 我想问卡马拉有没有去接受更多电视采访 有更多的 但是不够多 筹款活动有没有出席更大型筹款活动 他筹了很多钱 超过了Trump筹过的钱还不够 但你不要再怪筹款团队 是你自己卡马拉不去而已 没有精力也好 想不定要说什么也好 Worthside也好 政策不清晰也好 都很大问题 个个摇摆周 有时相求 你应该去完嘛 特朗普真是每天一周 宾夕凡尼亚州 威斯汉胜州 之后又去这个Georgia 是吧 接着很快去Miami 是吧 Florida 这些东西 看得到 哇 特朗普真是很厉害 我都觉得 如果我过多二十年 二十几三十年 三十年 我都会有Trump这样的精力 Trump这样的健康 我会觉得 是上帝次给我的福气 那你想想 这个福气 Trump是拥有 我都希望他能够 真是拯救 这个被左交横行的世界 横行的美国 今年的选举很多结果 我不是很满意的 台湾力保不失 但是立法院三档不过半 日本陷入了一种 这个后安倍时代 一个比较左傾的危机 而且未来在礼拜二日 是日本众议院的选举 这个自民党 分分钟过不到半 联合公民党 分分钟都过不到半 他需要再联合 比如一些国民 其他政党 比如一些维生会等等的人 联合执政 甚至无理要作出一定的让步 那你说会不会 自民党连这个执政党的地位都没有了呢 机会比较微一点呢 因为比较左派的 更左派的政党 比如立协民主党 野田佳燕 他能够成立一个 多数的议席的机会 不大了 合中连环很难做得到 而且安倍派很多议员 就是青默会的 也都这个石破茉 不提名 结果就是高市早苗 因为你这一幕的人 很多都没办法 进入议会里面 所以你的势力 一定减弱的 就是石破茉变弱 高市早苗 等等的人 也都变弱 整个自民党的内 内里面的政治 会重新洗牌 机会很大 短期内会不会 即是会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 会倒閣 未来会有可能 立即未必有可能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不过这个 政党的职业 开始慢慢有苗头 这个对日本不利的 这个不是一个好结果 英国大家知道了 英国工党上台之后 怎样对香港议题 怎样对中国事务 不需要我多解释 然后你想想想 其他各国的 澳洲 你看公党执政的 是吧 就是这个叫Albanese Albanese 它都是一个比较左傾的政党 它对中国的狠劲程度 没有这个 以前这个 右派的时候 更加重要 反而加拿大呢 就算是左派执政 现在是自由党执政 那你看回这个杜鲁多 基本上就是小杜鲁多 都起码做快些 应该做的事 派遣军艦 巡逆台湾海峡 还有他对中国 越来越加强防范 那希望他在这个反渗透方面 和这个 外国人代理法 已经三度通过之后 执法 执行方面 做得更加彻底 那你说在欧洲 欧盟更加不用说 你什么Macron 哇 怎么搞错 就是明明是欧洲议会输了 自己解散 那时候越选越差 越来越左交 然后整个德国本身 红绿灯联盟 也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反而我觉得东欧 就是新欧洲 包括捷克波兰那些呢 有更精彩的表演 那一直如是 但是整个 整个选举之后 那个左傾那种势力 是 复辟的 就是英国就很好的例子 日本也都是一个例子 这个需要好好的去面对 韩国就没有那么快选举的 去到2027年才选举的 现在以微约多数领先的 尹石渊 那面对更多的问题啦 北韩呢 最近又要派军队呢 去帮俄罗斯了 是不是去打波兰就不知道 但是起码 成千多人去了 从青春港出发 去了俄罗斯的军事基地训练 那听闻有几十个人呢 去到这个沃南前线的时候呢 有15个人做逃兵 逃走了60公里呢 在几个小时之后呢 就被俄军找回来 会军法处决都未定 那这帮人一做炮灰 二做帮北韩金正恩做善眼 守折情报锻炼身体啦 但是你想想 他们守的地方是什么呢 核电厂附近啦 就是说呢 找你做炮灰来抵抗侵略 北韩也都没所谓死 也都没所谓 最重要呢 北韩和俄罗斯维持好的关系 中国呢 一向都是捐敌搬帮助北韩 北韩是间不中收一大笔钱 是由俄罗斯来的 俄罗斯和北韩 或者是朝鲜的关系呢 远远比北韩和中国关系好的 而中国这个习猪头 最近去黑山 就是这个 Kashan 就是这个 俄罗斯的一个城市 出席今天金砖国家 第16次什么领导人峰会呢 其实就是说 喂 你是不是要和他站在一起呢 那我也要帮 我都要收这个北韩的领导人嘛 就是和这个普京 四四六六拆掉他 威胁普京说 那你再不听话的话呢 你要那些弹药啊 武器啊 金钱啊 买你石油啊 或者一些粮末啊 好的东西就不给你了 这样 其实说真的 他给了什么呢 全部中国赚 赚尽 有些中国的雇佣军 派到俄乌前线上 一趟开帮俄罗斯打个打仗的包 罐头牛肉 两包香烟 跟着呢 没有水的 给你一堆咖啡粉 生吞咖啡粉 还有些 一些马铃薯粉 没有水给你冲的 就是我问你了 这样的情况 怎么打仗呢 难打仗 打败仗呢 俄乌战争 本身就是一个残酷 丑陋 悲战的一场战争 这个普京绝对是一个坏人 绝对不应该发动这种战争 和绝对应该受到极大的制裁 所以我是鼓励什么呢 停战 但是要继续对俄罗斯制裁 不会承认对沃南的领土的有何损失 但是那个被治理领土 俄军要向后撤 成立非军事区 这个我觉得比较可行 双方可以接受到的方案 如果这种东西不做 你说我们要一直打下去 是我们要打到哈里姆林宫为止 打下去 我会恭喜你了 如果你这样搞的话 Why not 3 years later 3 years ago Why haven't you done this 3 years ago But now 死这么多人 每天死这么多人 每天炸这么多城市 这么多人强奸杀害 你在所不知这帮左交 在想些什么呢 所以我说如果你说今天 你要攻对莫斯科的 美国攻 北约攻 乌克兰自己攻 攻条毛 他真的 你北约不支持他 他攻条毛 真的 你还以为乌克兰有独立的战士 让他打 他打得行的 打莫斯科 乌克兰你得的 行的 叻 是不是这样 你说完这些东西 根本是完全梅于现实 stupid 因为他根本没有这种能力 乌克兰绝对没有能力 独立的能力 打你莫斯科 拿了北约的武器去打 都打不到这个能力 因为那些弱鸡武器来的 接着我问你是不是增加军援 你说不是 你又说不是的话 那你答案就说不定 你自己左右包护 握周白统一样 左右手护博 是不是 那么如果你说 你这个是北约要增加他的军援的话 那么好了 北约增加军援增加些什么呢 转手这个扎连斯基 就卖给中国了 他跟中国关系很好 那你有没有这样的风险先 还有你想不这样做先 还有你这样做法 escalate了这种这样的架势 这种对抗的架势 这个会对于整个地缘政策 是一个好的做法吗 你说可以 打到他直攻直插普京的心座 那你不如宣战吧 就是你不如美国直接 北约全国家和俄罗斯宣战 打到底嘛 这帮左家 是要打到底嘛 你是不是这样呢 你真的这样做的决定 are you sure 是 不惜这个核战 我们都要做的 我只是说 你要这样做的话 如果今天你对抗第二号敌人 你用这个手段的话 你的头号敌人在笑你 你打的时候 他跟你开战 他打台湾 明白吗 你起码你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 你会很小心 还有都是那句话 why haven't Biden done this three and a half years ago 这个是同样的问题 所以打到今天 这场战争应该要差不多结束了 那要结束怎么样 能够体面的结束 能够把沃南 不会有一种被俄罗斯剥削的一种极大的震撼 而且怎么样去维持之后的和平 你看特朗普说得很清楚的 以后你普京停战之后 你来打沃南的话 我会在你住在 克里姆林宫旁边 你住的那个碉堡上面 扔无人机飞丹炸死你 即是说得出了一道 这就是说 我不让沃南加入北约 但实际上他就是北约成员 听得明白吗 我不会让沃南加入北约的 但是如果你碰沃南的话 他说我打炒你 那基本上就是加入北约 你这样都没听明白 接着你死也要面子 我都要沃南一定要加入北约才开心的 Are you stupid 我觉得是有很多人 听不明白我说的说法 说我出卖沃南的利益 那已经说明了 那你想怎样 那这个就是 不要那么多沃南死亡 我们对沃南人自己能够拯救自己国家 牺牲很多的勇士 战士去前面打仗 我们觉得当然是相当感动 有很多的亡云 灌溉 灵灸 回到沃南的时候 很多的沃南人在公路上跪在那 去对他们做最后的致敬 这一点就看得出 他们很多人 对于 这个他们的战士勇士的支持 我们希望这种支持 会继续 好吗 那么我们 支持沃南人自卫自己 但是 北约 欧盟 不付钱 不帮水 全国美国给了 怎么打 和这场战争 是不是要一直打下去 令到中国在那里偷笑 各位只要识了这场战争 中国就威胁不了俄罗斯 中俄联盟开始散了 然后俄罗斯会更加和北韩合作 北韩为什么搞这么多动作 就是希望有只有一天 取代中国 成为俄罗斯的背后参腰的力量 成为他的契弟 契仔 听得明白没有 因为他知道 俄罗斯战争一断断的话 中俄之间 中国要挟 或者供应良末 武器 人员 被俄罗斯的关系就会断 因为没有那种需求 之后 俄罗斯就开始有一个机会 重新坐在那里 而北韩可以做他的契弟 而中国到时候 要怎么跟俄罗斯的交往 就变成了重新再洗牌 而这件事正正就是结束战争的好处 不要等中俄联亡继续 听听明白的 听不明白我都没办法 OK 下一次再说 听您的事先让我们做的事先让我们做的事先让我们做的是